大家好,这里是安小岩说电影 人们常说,人未踩死,鸟未食亡 如果现在有人白白给你两意 让你放下尊严和面子 去做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事 你会丢掉尊严出卖灵魂去接受 还是直接让到嘴边的鸭子飞走呢? 今天各位大家解说一部 很有力量电影《传说的拳头》 曾经胸怀奥运全王梦想的老林 人过中年,人生却几尽完败 于是开了一家面馆 这天面馆里来了一位导演 邀请他参加格斗真人秀节目 老林对现状很满意,拒绝了邀请 这时丈母娘打来电话,让她去吃饭 老林和妻子一家人感情很好 但是妻子却不幸离世 老林的女儿秀斌和姥姥住在一起 但是妇女的感情却不太融洽 这天秀斌闯祸把同学打进医院 而老林却卑微地跪在地上求对方原谅 秀斌见状气愤地走出病房 事后老林并没有责怪秀斌 而是笑着安慰着他 但是秀斌却不领情,说他既懦弱又寒酸 老林让女儿放心同学赔偿的事 秀斌一脸不屑 嘲笑父亲连房租都交不上 随后老林一个人回家后喝闷酒 看着电视里的拳击格斗真人秀 而且获胜者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如果他胜利了就能解决当前窘状 于是他给经纪人打去电话决定付出 第二天他便来到现场 扩别赛场多年 老林对这里一切都有一些陌生 刚开始就被对手多次击中 他调整了一下状态 似乎要找到当年的感觉 一直拳一摆拳打对手连连后退 左右勾拳又把他打倒在地 对手坚撞更加激烈的进攻 最后在老林接连不断的还击中 以几招中拳完胜 引来全场的欢呼 经纪人也大吃一惊 回到休息室处理了身上的淤青 紧接着迎来了最终的对决 这次的周冠军是大雄 老林很震惊 因为两人是老相识 比赛开始 激烈的对决 两人能力不枪上下 大雄几下就把老林打倒在地 随后老林一个跟头 攻击把对手逼到了角落 由于贴得太近 裁判上前拉开两人 气愤的大雄一个飞脚 却被老林揪住脖子暴打 气急败坏的大雄撕碎自己的衣服 又冲向老林 节目组迅速上前制止 经纪人说 大雄的文身违法规定 于是大雄只能穿上衣服继续开战 而他却被老林频频逼到角落 心中的愤怒冲着他的拳头 一阵击打过后 大雄实力确实不如老林 最后老林获得了冠军 看着老林如当年一样勇猛 导演也准备发布新闻 让老林东山再起 来利用老林的名声赚更多钱 老林觉得这次奖金已经足够 再次拒绝了 除了赛场 在马路对面看见了大雄 两人相互寒暄了一番 老林为当年的事向大雄道歉 时间来到老林高中时期 他正在接受坚固的训练 为88年奥运会做准备 这是老林等穷学生 能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 结束训练后 年少的老林走在回家的路上 看见一群学生在打架 他不想找事准备离开 却被同班同学叫住 混混投资大雄 让老林别多管闲事 心肠好的老林也不想同学挨揍 决定出手相助 三拳两脚就打退几人 大雄气冲冲的一飞脚没踢着 反被老林一拳命中 随后快速离开 第二天睡梦中的老林 被两个同学吵醒 这两个人是学校的扛把子 东奎和郑民 正当三人辩论时 大雄拿着砖头也来找他 郑民提醒老林奥运会的事 随后出手与大雄打了起来 正因为这次出手 东奎、郑民和老林成为了朋友 东奎是个富二代 很舍得花钱 买了很多好吃的 就在这时 大雄拎着两瓶酒来了 在打了两拳出气以后 四人成为不打不相识的朋友 不久后 奥运拳击代表选拔赛开始 老林的对手贿赂了评委 虽然老林有能力拿下名额 无奈最终胜利者是对手 老林的粉丝上前理论 这也没能改变结果 但在三兄弟心中 老林才是拳王 但老林却默默走下舞台 心里从此有了阴影 老林开始变成坏学生 到处惹是生非 四兄弟一起喝酒玩乐 在酒吧里大打出手 最后被关进警察局 东奎家里有钱有势 只有他被老爸保释出去 而此时 他们打架的事被黑老大得知 认为他们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随后救出了他们 决定让他们去干掉一个人 完成不了 就只能继续回哨管所 霸气侧漏的大雄拿着刀冲在前面 却被后面的老林叫住 但是大雄执意要去 最后面的证明 懦弱的逃跑了 老林只能继续上楼找大雄 但为时一晚 只见他满脸是血的坐在地上 被杀者躺在地上求救 大雄此时已经吓得浑身在抖 已经听见警笛声 大雄决定一个人扛下所有 让老林赶紧走 警车来到楼下 大雄被抓了 没想到 20年后两人竟再次相遇 而生活窘厚的大雄 早已加入黑帮 网络上播放着老林赛场的视频 点击量急剧上升 面馆的生意也变得火爆 但他曾经的阴影也已经成为心魔 促使他不想继续 丈母娘把他大骂一顿 你是疯了吗 天上掉钱都不要 于是老林又继续参加真人秀 此后截二连三的夺冠 另一边 导演找到曾经胆小的正民 让他也参加拳击格斗真人秀 想让两位固友在冷酷的擂台上 互怼掀起舆论 但是胆小怕事的正民拒绝加入 他现在是富二代东奎的跟班 而东奎则命令正民参加比赛 因为导演已经抓住了东奎的辫子 正民不参加 公司就会陷入危机 正民虽然不想参加 但是也不敢拒绝 这天女儿秀斌伤痕累累的来招老林 老林焦急的询问着 发生了什么 他一把将秀斌抱在怀里 心如刀脚紧张的不知所措 镇定下来的秀斌躺在床上 一句话也不说 老林则怪自己对他的关心太少 这时一个女孩故意把老林引出来 看见一帮欺负秀斌的混混后得知 因为秀斌的不合群才遭到欺辱 但混混也更想和拳王比一把 老林不想闹事 混混就上前打他一巴掌 这就叫老虎头上拍苍蝇 自讨苦吃 老林随后把混混打得落花流水 因为老林现在的身份 他不能像年少自己把事情绕大 只能对天呐喊 回家后他看见郑民挑战自己的消息 整心烦意乱的老林更加懊恼 几天后两人来到赛场 老林想快点结束回家陪秀斌 而郑民则表示不服气 决斗开始 老林攻击郑民防守 然后趁机抱住老林的头 狠狠对他踹了一脚 老林此时心系女儿 赛场上心不在焉 一次又一次被郑民打倒在地 最后郑民成为了新的拳王 回家后老林坐在女儿床边自责 虽然现在生活变好 也很会打拳 但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好 秀斌对着老林委屈地哭着 郑民胜利后成为公司的大红人 而东奎则因为老林的发挥市场 有些失望 他想看看郑民真正的实力 于是找来三个高手挑战郑民 郑民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忍气吞声的他终于崛起 对着东奎大吼 转身辞职离开 导演这边正在计划一场 更加轰动的格斗比赛 那就是大雄老林和郑民 与顶级拳王秃头展开的拳王对决 当然还有几个陪衬的 获胜者能拿到巨额奖励两个亿 而秀斌出事后 每天都和老林待在一起 这让两人的关系变得融洽 老林便又一次拒绝了导演的邀请 说要好好陪女儿 秀斌让他去实现拳王的梦想 老林欣慰地笑了 这天 秀斌和他的老板找到老林和大雄 原来他们是做网络赌博的 只要输给秀斌就能拿两个亿 老林想着想直接拿钱走人了 因为对于中年男人来说 名誉和尊严早已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要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而大雄则有些讽刺地说他变了 决定自己与秀斌一决高下 几天后 格斗正式开始 所有人都激动兴奋 只有老林坐在角落沉思 这时秀斌给老林画了一幅画 写着全王必胜 老林倒吸一口凉气 比赛开始 选手们在火焰中走上绚丽的舞台 几场激烈的对决后 轮到了秃头和大雄 秃头率先发起进攻 对着大雄一顿膝盖攻击 大头趁机扛起对方撞在铁丝网上 用一个锅肩摔 把他摔倒在地上 秃头几眼转身对着他头部暴打 最后死死锁住喉咙 两个回合过后 秃头消耗了不少体力 终于撑到了第三回合 大雄主动发起攻击 却被擅长战术的秃头爆摔加锁猴 击打着他的内部 最后大雄惨败 秃头来到后台偷着打兴奋剂 接着是郑敏和陪衬 对决开始 郑敏一直抢占上风 最后被对方来了个反向地面膝 只听腿部一阵断裂声 郑敏也没有认输 一个转身展示了三脚锁头将对方降服 成功晋级到最后一关 但是他的腿却受了重伤 却还要坚持继续比赛 赢得最后冠军 老林则劝他退出去医院治疗 证明怒吼他是缩脱乌龟 老林仿佛被骂醒 他看着眼前满是骄傲的女儿 和痛苦呻吟的兄弟 他的心里无为杂陈 不知如何选择 紧接着就轮到老林上场 最期待拳王对决开始 第一回合两人相互试探着 见老林发起攻击 兔头直接抱起他 展示了强大的背摔 紧紧地锁住了老林的喉咙 老林用尽全力解开后 他们再次缠绕在一起 谁都不松手 裁判上台把两人拉开 第二回合 赛场上仿佛两匹脱僵的野马 兔头眼见就要败下阵来 老林再一次被对方锁吼 他重重地垂击了兔头腰部 成功挣脱 兄弟和女儿为他欢呼着 但此时扶了兴奋机的兔头 哪能罢休 失控他不停地打击了老林的头部 又一脚把老林踹到晕头转向 秀斌在后台心疼地哭上 老林想起女儿和兄弟遭受的屈辱 要为他们报仇 一拳又一拳狠狠地打在对方头部 最终成功获胜 他战胜了20年前的心魔 成为了真正的拳王 原来看到郑敏受伤后 就让大雄把那肮脏的两亿元退了回去 上台就改变了主意 决心要打败秃头 而导演却让老林继续和受伤的郑敏对决 此时他不想再比了 因为不想和西日的好兄弟互怼 最后导演以老林顾念兄弟情 把两亿留给郑敏的剧情圆满结束 郑敏也提出把钱分给老林一半 老林毁心一笑 兄弟永远是兄弟 虽然老林没有得到拳王的名誉 但在秀斌心里 爸爸永远都是拳王 最后父女俩手拉着手 幸福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传说的拳头上映于2013年 本片是一部关于重拾自我 用拳头证明人生价值的A支电影 时间残忍地撕裂着所有的美好 切割着与青春有关的热血激情 当人的内心点了梦想 就要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地去实现它 金钱财富终归是空 名利全是不过是梦 唯有珍贵的感情和健康的身体 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 好了今天解说到这里吧 想要更多好看电影 可以关注安小言说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